这种冲突矛盾 为处理这些问题服务的 所以呢 你可以撤州长 那么州长换不换 老百姓可以决定 但是不管你换什么样的州长 你为大财团服务是必须的 因为你要是不为大财团服务 你开始跟大财团作对 那么大财团可以不在你的州投资 可以撤资 然后呢在媒体上大肆攻击 最后呢你这个州经济下滑 老百姓找不着工作失业了 那么你就肯定要责怪政客 而不是责怪财团 所以这是说在私有之下 在资本主义的私有之下 他的民主只是老百姓选择 如何为财团拍马屁 你拍马屁 你必须拍财团的马屁 你怎么拍 这个你可以选择 但是马屁是拍定了的 因为你要是不让富人赚钱 你不让财团赚钱 你专门给他们征税 高高税 然后呢给老百姓好多福利 那财团呢就最温柔的 最简单的反抗就是撤资 他一撤资 你才的老百姓会责怪谁 他会责怪你们对这个投资环境的破坏 他们会责怪政客 责怪老百姓那种这个过高的要求 他不会责怪财团撤资 他说我有钱我也撤 他特别能认同财团的行为 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 就是社会的普通的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形态 责怪老百姓 我